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国中一夜在夜市摆摊营生的陈姓男子,2015年间把汽车质押给当铺,借款37万元之后,又谎称车级资料医师,向监理战申请补发,在迟补发的车级资料向银行贷款45万元,一级一车二代,他没有缴利息与本金给当铺,欠银行的贷款也只有缴交四期本息。 当铺不见陈南来赎车,办理流当品拍卖时,差异发现车子依质押给银行,当铺损失37万元,还要支付汽车保管费而怒告诈欺,法院判处图刑5月,可已可罚金15万元,犯罪所得40万余元没收。 判决书指出,陈南2015年9月中旬,将汽车点档给当铺借款37万元,车子与行车执照证本,心领牌照登记书证本车级资料,全都由当铺收存。 预计同年12月中旬期满赎回,不料,同年11月中旬,陈南缺钱花,故意隐瞒车子已经质押典当。 谎称车级资料医师,向台中市监利站申请不发,在向银行贷款借的45万元,银行并向台中区监利站设定汽车的动产抵押权。 同年12月中旬,当铺不见陈南来熟车,办理由当品拍卖时,才发现这辆车已被抵押给银行,不但无法拍卖汽车,还要支付保管费,停车费。 气得提出炸气罪告诉,银行虽未提告,但陈南仅缴纳四期本息,这辆车在当铺手上,银行未来也难以扣车拍卖,当铺与银行都亏大了。 陈南于台中地院审理时坦诚犯行,一审认为他触犯炸气取材罪,先隐瞒汽车与车级资料质押档付贷款的事实,用诈数不发车级资料, 再向银行质押贷款,炸贷的款45万元,而且只有摊骸四期供4万余元的本金,仍击欠银行40万8千余元本金,宣告40万8千余元的不乏所得没收。 检方认为量刑太经上诉,但台中高分院认为量刑适当而驳回,全案判决确定。 检方认为量刑适当地的确定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